興除救水,以煙花和炮獎慶祝新年 就是中國人傳統的習俗 Kip Sir,你小時候有沒有燒過炮獎? 當然沒有,我小時候 全港已經禁止炎放煙花爆竹 我知道在傳統節慶,特別在春節期間 在新界鄉郊地方附近有不少人 依然會放煙花和燒炮獎 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炎放煙花爆竹的一些管制措施 也會看看不法之徒 在新春期間如何敲襲勒索 所謂一元伏始,萬丈更生 中國人一直都很重視這個節日 Adam,為了慶祝這個日子 市民都會去不同地方活動 是呀,Bonnie 在農曆新年期間 有很多市民都參與不同的慶祝活動 例如去廟宇祈福、武龍武師等等 但亦有些市民為了貪一時高興 會炎放煙花爆竹 所以我們新界北防止罪案辦公室的同事 經常會聯同鄉村巡邏隊的同事 一起去派發一些宣傳的單張 我們原來巡邏隊 是的 這裡有沒有人燒炮獎? 沒有 Madam,延放煙花爆竹內是非常危險 而且還會犯法 沒錯,Bonnie 根據香港法例 任何人販賣、藏油、延放煙花爆竹 都是違法的 而且可能對我們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 究竟有多大的傷害呢? 我們一起看看爆竹品處理的同事如何 大家現在看到這些就是我們香港警方 搜到回來的煙花和遺禁品 在我前面這些比較大型的 就是我們簡稱是禮花彈的煙花 在你炎點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彈射物 會彈出的距離非常之軟 再是比較細形輕巧的 就會有一些我們簡稱為煙花蠟燭的物體 譬如我們有蓮花型的煙花蠟燭 我們有棒型的煙花蠟燭 還有我們有一些 簡稱是滴滴金的煙花棒 所有在這個物品在炎點的時候 它都會產生熱力 還有火焰 還有會有彈射物射出的 輕質的話 就會對你的皮膚和肢體 就有一個燒傷的傷害 重質的話 如果你被彈射物射中的話 可能會對你的臉部 對你的眼睛 構成嚴重的損害 更再者的話 如果你在一個室內的地方 去延放這些煙花或者遺禁品的話 你的室內的環境 更加可能會構成火警 根據香港法例第295條 危險品條例裡面 是說明 如果任何人非法管理這些煙花 或者一些廢物遺禁品的話 就均屬違法 一經定罪 可以是罰款或者被判監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異身事發 除了不要嚴放煙花牌束之外 在新春期間 市民有甚麼地方要留意 是的 我還想藉著這個機會 想提醒店鋪的店主和職員 遇到一些不法匪徒 拿著一些連吉 去你們店鋪裡索取金錢的話 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你們應該立即報警求助 新年快樂龍馬精神 大吉大利 轉到送門吉給你 新年快樂 來你試試 多謝 你沒什麼 只有十元? 你想要多少? 我特地送一盆吉給你 沒有一千元就不行了吧 一千元? 那我不要了 你拿走它 你不要嗎? 行 沒問題 之後兄弟會來招呼你 你生意做不到 好啊 准备点下班啊